一人黃安在安倍晉三還在搶救的時候 他先是轉發了一段過去 中國當局譴責了安倍挺台的影片 而且他還寫下 凡是跟中國過不去的都沒有好下場 那安倍的死訊證實之後 他又在微博PO出了和朋友開心舉杯的照片 也讓人看不下去